全球熱賣的蘋果新款手機iPhone 6S系列 台灣開賣的時間是10月9號 今天中華電信就率先公布了資費 遠傳電信和台灣大也隨後公布 我們來看這個新的資費方案當中 首先來看中華電信的部分 這個系列呢總共有6款 我們就以中華電的最多人使用的 月租1336元這個方案為例 它分成三種綁約架 就綁約的時間長短不同 最長的是30個月 中間的兩年也就是24個月 最少的是12個月 我們來比一比看 其實一比就知道 因為這個購機價 iPhone 6S 16G如果綁30個月 它的購機價是9900元 要比起前一代 也就是iPhone 6的購機價 要貴了3000塊錢 而Plus呢來看一下 這16G它的購機價是13900元 比起前一代的iPhone 6 Plus 也是貴了3500元 中華電信的解釋 會貴一點都是因為 新台幣貶值的關係 這是在中華電信的部分 而剛才遠傳電信 還有台灣大呢 也都公布了他們的資費方案 在遠傳的部分呢 是月繳2699元 要綁約24個月的話 那麼6S的16G版本 就可以0元購機了 如果稀碼或者是續約的用戶 最高還可以再折2000塊錢 當中呢最多人青睞的 1399元的資費 那麼購機價最低是9900元起 這個跟中華電信是一樣的 通路業者來預估 就是這電信三雄 他們的資費價格其實差不大 倒是另外兩家 第一次同步開賣的小業者 也就是台灣之星和亞太電信 會不會有驚喜的優惠價呢 值得關注 iPhone 6S再過幾天就要正式開賣 蘋果民現在最想知道的 大概就是要花多少錢 才能把6S帶回家 等了又等 終於有電信業者公布資費方案 不過整體來說 與去年iPhone 6相比 資費方案似乎貴上不騷 業者承認因為匯率變化太大 不得不把價格調高 以三大業者為例 中華電信需要月付2636元 台灣大則需要月付2599元 遠傳則付2699元 並且連付30個月 才能享有手機零元方案 至於較多人會選擇的 iPhone 6S 64G 24個月期 中華電信要月付1336元 才有4G吃到飽 手機價格則要價15900元 平均價格都貴上超過3000元 就是貴貴貴 大家罵貴罵 還是一樣買單 那只能說就是 看情況是在買空機 還是買所謂合約機 說實在就是不容易再降回去了 那除非真的 壁紙又有非常大的變化 那可能才會有 才會有再調整的動作 3C達人認為 這次業者一起調漲 也代表iPhone的售價 已經回不去了 民眾還是量力而為 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 才能順利把手機帶回家 又有點TP消費經理嘉鴻 台北到 這個位阿龍 搅啊 猴子